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好名字之后就该选择仪式了 分别是天地为政 煞血为盟和行马做事 天地为政只要5万块钱 就是全服发通告 然后煞血为盟除了全服公告之外 还有小礼品 行马做事就作为终极boss 当然土豪才有的特权 分别是全服公告 全服邮件通证 还有一个大礼包 并且直接增加亲密度1000 一般这种时候都是大哥掏钱 小弟跟着大哥混就行了 对 跟着大哥走怎么也得有肉吃吧 必须的 不过你要觉得这个大哥这不太靠谱 也无太所谓 你可以选择退出嘛 但是一天之内没办法跟别人拜靶子了 出门有危险 选哥要几善 当玩家们拜了靶子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奇力断金的这个buff 可以增加你的攻击力 防御力和血量 随着你们日常这个打副本和打天梯的稿机呢 就可以增加这个亲密度 来提高奇力断金的等级 结一之后呢 还可以获得意气值 那么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树指这种东西当时是消费用的嘛 旁边就是意气商店 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道具 大家可以没事过来看看 没准还可以发现惊喜哦 咦 当玩家们把装备整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去挑战战队天梯了 还是进入桃园的这个画面 走到中间就可以发现战队天梯 点击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咱们现在是1184分 是吧 只能领 好惨呢 但是这个分数呢 随着玩家的提高 每天给的奖励也都不一样了 所以朝着大将军努力吧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防御阵型 在防守阵型里你可以看到你机友的技能和天赋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了 但是只能看不能更改 在你自己的设置里面你可以更改自己的技能 但是现在还是这两个比较顺手就不换了 那机友的技能呢只能让他自己去改了 如果机友不在线或不在身边的话 也可以选择获取控制权 来一个人控制三个人物 那这三种人物的职业特性呢 咱们在接下来的天梯实战中一一给大家介绍 首先呢是剑豪 这也是大家公认比较不错的职业 他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连招 因为他的捧龙肌一共有六段 当打到第五段的时候呢就不要再释放了 选择使用技能 然后比较完美的情况下 你可以再接五段普通攻击 然后再如此循环 在PVP当中呢这个就更加华丽了 就只要抓住一个机会 连招一套秒 这都是是吧 大家都看到了 这都是很可能的嘛 这好像是刚才咱们匹配的那个 对对对 银纵型 听铭物好像那种侠客 对 侠客不错的 然后你看这比如 这好像是我新手了吧 不知道 这明明已经打到了 但是后来还是被接了一套 然后是咱们的玉龙大侠 应该用的是长胶 所以咱都是范围经济 伤害有高 所以在PVE里面特别好用 但是在跟人单挑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用了 因为他的范围非常大 伤害高 但是动作硬直也比较 僵硬时间比较长 跟人抓住机会的话 基本一套 对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 在这耍花枪别人进不来 比如这个 这招叫龙扫千军 就感觉好像是咱们这边打的 对 你看别人冲过来之后 你就带点舞龙 然后别人碰到之后就被弹出去了 哎呦你看这个爆炸输输 这也是你先的手 对 最后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猎侠 唯一的妹的角色 也是阿里哥爱用的 虽然拿着把弓 但是这个伤害都是近战 有点黑 但是毕竟拿把弓嘛 所以他的技能是带远程攻击的 咋不过放崩壮啊 哎呀不错了 对 最开始我看这英雄的时候 以为是一个ABCN 结果用的时候发现是个刺客 大家可以看到他连招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特别能躲 滋溜滋溜的也不好打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伤害比较低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还到三十年级了 才把人打死 而且还比对方高三姐 要是剑豪的话 早把对方砍死了 好了 以上就是三国之刃新版本当中 结译跟天梯的介绍 相信很多喜欢这个热血格斗的玩家 早已经按耐不住了 希望很多还没有入坑的新小伙伴们 是吧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家常菜格斗联盟吧 对 什么红包鸡丁啊 笋菜炒肉 对 好的 那么本期的不玩也看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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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